幸福又相隱 只是交不清 只要吞著手去 用心靈體 吃早餐了 好 看什麼 越來越讀不出來你的心情 那你的心情 我倒是看得很清楚 我跟妳很期待這些旅行 不要讓她失望 反正我忙會盡快過去 跟你們會合好不好 真的一間房間都沒有 連總統套房都沒有 不會 沒關係 就先這樣 謝謝你 謝謝 好 拜拜 這裡人是怎麼樣 都不用工作 都很閒可以出去玩就對了 一間房間也訂不到 訂了一堆飯店也訂不到 早啊 唐大律師 早啊 夥伴 一早坐在這裡不去上班 不過是咱們PVIP如花小姐 第一次次離婚 就讓咱們唐大律師 怕得不敢進事務所了 誰怕她 況且我已經幫她 還有她肚子裡那個未來主人翁 要到巨額散養費了 那人家高興才對啊 幹嘛 解屎麵啊 7月3號 那你保重 對 我是夥伴 不是 還沒 趴了 妳就這樣走啦 不然咧 基於朋友的道義 妳應該幫忙想點辦法的嘛 是不是 跟我講道義喔 不知道是誰 把修飾場的地址 偷漏出去的 對了 聽飛竹說 你最近在幫方老師走對上 是啊 不過那傢伙開出來的條件 根本就在選美嘛 找老半天也找不到一個啊 這個木頭人 還這麼長 如果你那邊沒有對象的話 我這邊可以幫忙喔 都還沒當大嫂 就急著把小姑給家祖叔叔 你知道嗎 你 算 其實那天同學會 就有人在打聽禁竹囉 誰啊 是誰關於什麼事啊 不是嘛 基於朋友的道義對不對 我關心一下嘛 那個女生看男生 跟男生看男生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喔 是喔 所以誰啊 忘記了 回去開就好 謝謝 小熊 小熊 Wendy 我來找你玩 Wendy寶貝好 小熊 歡迎啊 Wendy啊 你跟小熊去玩好不好 寶貝要做飯 走吧 Wendy 你功課寫完了嗎 嗯 寫完了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喔 寶貝 寶貝 嗯 我跟小熊住房間玩喔 好啊 走吧 可是你沒有上課 你沒有零用錢 你哪來的冰棒啊 媽媽 叫我去買東西 找的錢 媽媽是要給我 喔 我跟你說 我也要幫寶貝買東西耶 嗯 那找的錢 你寶貝我給你嘛 沒有耶 媽媽說 買東西是很辛苦的 可是需要加消費 可是 我寶貝說 幫家人是要出自於關心 不能等價交換耶 嗯 什麼是等價交換啊 嗯 就是 反正就是不能拿錢啦 可是 那這樣我就不能拿冰棒給你吃了 只能拿一點點 也不行啊 那不然我們可以吃寶貝的冰啊 嗯 風景已經是我家作業做完了沒 做星期 爹地要帶我們全家出去玩 可以看到很多風景 就可以畫啦 好好 我要畫風景 媽媽說不如畫杜貝 什麼是杜貝啊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殺蟲技吧 鄉下蚊子很多 喔 那你 夏天畫完了沒 我上次在大姐姐畫了一張 可是我覺得好醜 所以決定要重畫 好 我媽媽說夏天就是 陽光還探游泳圈 可是 我不想畫那些耶 那你要畫什麼 我也不知道了 你的車沒什麼問題 雨霜應該要換 我已經幫你換好了 謝謝 你好厲害 不是 對了 你的車那些 該換的油 該加的水 我都已經幫你弄好了 喔 可是 換什麼油 不不不不 你的輪胎的胎壓 我已經幫你檢查好了 還有四輪 我已經幫你定位好了 好 輪胎喔 對 可是我還想要再換一次油耶 不不不不 油都已經換過了 基油啊 齒輪油都都 我的車 好厲害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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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子我很難修車耶 其實你還有更好的選擇 對啊 我不用了 一百 一百 你怎麼來了 今天不忙嗎 來 來 走走 謝謝 我剛忙完想出來看看你 沒想到 還遇到同學 這麼巧啊 你們兩車子一起壞掉 該不會是互撞吧 你修得真好 一點都看不出來 我跟你說過 他們的車都是小問題嗎 他們兩個 的確是小問題 你還有車要修嗎 有 我裡面還有車要修 那你去忙吧 我來招呼他們 有 帳單 在這 因為是你的同學 我都會幫你打巴掌 不好意思 我先去忙 好 拜拜 拜拜 以前在學校跟我爭奪細花的位置 就算了 大家公平競爭 但是現在 你們是想侵占嗎 你亂說什麼呢 人又不是物 算什麼侵占啊 對啊 你這樣是隔離 限制他 交朋友的自由 我看不出來 他想要交你們這些朋友耶 要不要我建議他用刑法三百零四條 被你們提出告訴你 我們又沒有用強暴 脅迫手段 來讓他請無義務之事 還是我們妨礙他心事權利 對啊 我們什麼都沒做耶 你們包圍他 限制他的自由 讓他心生恐懼 無法修車 這樣 不算是妨礙他的工作權嗎 還是要我用性騷擾防治法 我是不介意上法庭啦 律師嘛 打得越久賺得越多 等一下 不付錢啊 Elma跑得快逃過一劫 你的兩千二 你的四四九算你五百就好了 不是說打八折嗎 是嗎 他不是說不要忘記收一成服務費喔 你 慢走啊 拜拜 你同學怎麼走了啊 他們有需要嗎 所以先走了 怎麼這麼多 還多收了一成服務費 這麼好 我沒有回來 看不見 看到沒有 不會開車不要開 來 你現在的車技術很好 開玩笑 經過高人指點 嗨 大嫂 嗨 剛剛那兩台車 不是昨天才進來 是唐鬍鬚的同學嗎 嗯 都學好了啊 小問題 那些人該不會是 最翁至翼不在酒吧 不是嗎 嗨 大嫂 我哥他這個人呢 就一個字笨 啊 特別是對女生的事 所以聽得到包涵 不過他再笨 也笨不過另外一個目的 啊 誰啊 聽說你要相親啊 哥 你幹嘛把這事 告訴別人啊 我們兩個什麼話都聊的啊 不過你相親的話 會比捨盡求怨 也對啦 我現在去問媽那個 王媽媽她的兒子 怎麼樣了 不是啊 啊 又是一個木頭 還好啊 你只是呆頭兒 我呆頭兒 對了 當初你怎麼確定 你自己喜歡我的啊 我雖然是呆頭兒 可是我一眼看到你的時候 我的心跳不同意見 我就知道了 那你還要修車嗎 我這台車把它修好就行了 嗯 那你先去忙吧 我跟你修 我來一起吃東西 好 懂了 很快 錢你先給你 用盤 你先坐一下 我很快就好了 好 你不覺得你現在這樣做太積極了點嗎 那感情這種事情急不得 可能是要講求緣分啊對不對 那你開的條件又開這麼高 我要不好找嗎 不是 好 那我這樣跟你講好不好 印凡那一邊 還有一個叫王媽媽的 他們都有朋友 可以介紹跟你去認識 好不好 那之後你就等待他們的消息 不要再來煩我了 OK 好 拜拜 拜拜 奇怪的起床 我想去這裡 還有 這裡 可是這裡也看起來好好玩喔 那這樣 我們不如先把想去玩的地方 還有想看表演的時間 都記下來 讓我們來看平均的地方 要玩多久 我們就可以來規劃行程啦 你知道嗎 出去玩的時候要把行程都規劃好 這樣出去玩才會開心 好厲害喔 爸比怎麼這麼聰明啊 這也沒什麼嘛 爸比以前出去玩的時候 都是自己規劃行程的啊 以前 是小時候嗎 小時候 小時候沒有 是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你爹地還有跟爸比一起出去玩啊 你們倆怎麼聊那麼起勁啊 不夠義氣啊 都不等我啊 爹地 我在跟爸比討論要去哪裡玩啊 哦 你們有秘密喔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旅行的時候可以帶方老師去嗎 方老師啊 嗯 你們方老師現在忙得交男朋友 方老師有男朋友 那他結婚了嗎 那我要教他什麼啊 嗯 如果是老師的先生的話 你要叫施照 嗯 好 我們不要理他嘛 不要提他 不要提他 幹嘛啊 我們現在是去玩去旅行對不對 嗯 來看看有什麼行程嗎 民意街坊 民意街坊 嗯 知道就是我們小時候那種童玩啊 有沒有 問題應該都沒看過吧 沒有看過啊 對 有沒有好玩一點的地方啊 有有他好像有可以那個 你看 可以用穿古裝照相的 有古裝啊 小公主 剛剛一直說要去哪裡玩 超興奮的 對了 他還說那個畫畫客的時間要請假 你有沒有跟吳俠俊講 還沒啊 本來現在時間還早 你幫我打個電話給吳小姐 跟她說一聲吧 我打 不是 不是我要說你 你最近逃避會不會太嚴重了 那便當也不做也不送 送小公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也只送到門口 現在電話也不敢打 唉唷不是我 我 好啦好啦我打 可是這樣 真的能讓吳小姐獨立嗎 反正是在時間 但是真的有成長啊 嗯 是有啦 所以我才不能再插手嘛 你也知道我的個性 很多事情很容易看不過去 然後又管太多 好 我讓 謝謝 嗯 喂 五公館你好 你好 你好 你進步了還挺快的喔 光束世代啊 那個 吳小姐 我是Wendy的爹爹 有一件事要跟你報告一下 就是 我們要帶Wendy去全家旅行 所以 那個畫畫客 可能要請再一次啊 旅行 我可以一起去嗎 啊 嗯 因為是Family Party 恐怕 你知道 那個 喔 知道了 沒關係 拜拜 欸 欸 拜拜 拜拜 唉 這樣會不會太狠了 拍吉他喔 唉 算了他是外型貌 他應該OK的嘛 唉 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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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講的課程是 人際吸引理論 人際吸引理論呢 有三個主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刺激 第二個階段叫做價值觀 第三個階段叫做角色 這三個階段呢 分別會在我們生活中發生不同的事情 那你會體認到說 這就是 欸 我來靠你一聽 嗯 請問下列對文人或其著作的敘述 嗯 正確的選項是 A 顧炎舞 反對空書之學 重姓靈 貴獨創 D 方鮑以學習 繼承諸之後文章在寒風之間 與友好相齊名 文章言表一名 一排為同層派出主 哇 不是吧 一字不漏 欸 我題目都還沒唸完 你就 哇 問我這種考古題也太少看我了吧 下次再問問哪一條好不好 好不好 走了啦 送課 不是 這已經很難 哪有 快走了 走 天啊 太強了吧 接下來我們要講第二個階段 是社交 在社交這個地方 你會觀察別人什麼 你會觀察別人說 他跟人家講話有沒有禮貌啊 他跟人家需要幫忙的時候 會牽手幫助嗎 他一般 他怎麼會在這裡 日後的跟人家在一起 還是 他都會 習慣一個人待在養落 在幹嘛呢 在跟人家相處的時候 會帶毛巾 你會 你會 想到幾個過去 我們都會有這些經歷 然後這些感受都會累積在我們心裡頭 第三個階段我們要講的是emotional 就是情感上的 情感上的意思就是 當你跟一個人有比較多的互動跟接觸的時候 你會感受 我跟這個人有沒有可能變成朋友 最後你會去定位 這個人對你來講的角色是什麼 他會成為你很好的朋友 他會成為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還是你認為他會成為你未來的家庭 誰 怎麼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欸 夏 夏文 小文 你怎麼了 你不開心嗎 你不開心嗎 我媽媽剛生的妹妹 蛤 你要當姐姐囉 好好喔 當姐姐一點也不好 我爸爸和我媽媽 天天只顧著妹妹 都不理我了 当姐姐是不开心的事吗 我要当哥哥很开心耶 小时候要当哥哥了 我妈妈都正跟我说 明年就有弟弟跟我玩啦 我要跟我弟弟玩摔跤 可是小baby刚生出来很小 就只会哭啊 喝牛奶啊还有睡觉 根本不会跟我玩嘛 可以等他长大一点 再跟我玩啊 好好哦 你们都有弟弟 妹妹看你们玩 我都没有 问题等我弟弟生出来 我分你一半 是吗 好啊 宝贝 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弟弟 妹妹啊 你为什么突然会想要弟弟妹妹啊 因为我想我有妹妹 小熊的弟弟我什么都没有 宝贝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妹妹陪我玩啊 因为假如我有妹妹的话 就可以跟她一起玩 我会把玩具分给她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当姐姐啊 把皮先去开门啊 嗯 把皮先去开门啊 嗯 小妈 老板 救命 你这是 你这是 你不要误会啊 这个是我妈帮别人带的 可是她今天临时要去收会钱 叫我帮忙顾一下 不是啊 那你把小朋友 带到我家做什么 因为今天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我男朋友 约会 所以 为我的爱情 老板 你就牺牲一下 帮我顾一下嘛 嗯 我 嗯 宝贝 你帮小芳姐姐照顾小伯贝吗 拜托啦 文迪你最棒了 到时候小芳姐姐 你跟男朋友结婚 一定找你当没人婆 什么是没人婆啊 没人婆就是 会穿着红红的旗袍啊 然后脸上有一颗字 我会在头上 你不要乱叫 你不要乱叫 你不是要约会吗 快去吧 来吧 我帮你过来 老板 我就这样你自己回来 行行 妈妈 好可爱 好可爱 老板 那你这个想要贝比 就交给你了 文迪来 你帮爸爸拿着 奶粉跟亮卧都在里面 老板 拜托你了 走了 拜拜 来 拜托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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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说 你小美平时几点喝的奶 几点喝的尿布啊 喂 这跑这么快 我去跑啊 很可爱喔 小美眉 好可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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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姐姐喔 你是一日姐姐啊 好可爱喔 文迪 我们先把她放在她房间的床上 好不好 你帮爸爸顾一下 爸爸要先拿个东西 嗯 出房间 好啊 走 耶 辛苦你了 帮我明明拿一下 嗯 好 喂 喂 佳希啊 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好不好 家里有个小婴儿 啊 家里有小婴儿 你先不要管那么多 你下班早点回来支援就对了 不然我没有办法做饭的 好 就这样了 哦 好了 好了 那我提早回去啊 喂 搞什么啊 小婴儿 怎么会有小婴儿呢 鸡鸡鸡 很可爱 爸比 啊 可以抱小伯母吗 可以啊 小伯母现在的脖子很脆弱 你抱她的时候 跟她扶住她的脖子 然后轻紧地抱 不过你现在年纪好小哦 力气还不够 先不要抱好了 啊 嗯 小伯母晚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爹地 这是我的爸比 然后呢 是我的房子 也很能玩去哦 嗯 很可爱 嗯 嗯 爸比 嗯 那我可以找小威还有小小妮 来看小伯母吗 可以啊 嗯 等一下我朋友会来看你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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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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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吐 不可以哦 你们手沾沾会把细心传来给小婴儿的啊 嗯 嗯 你们小梦小贝比可以 先去洗手好不好 嗯 小贝比我先去洗手 等一下再跟你玩哦 我跟你们说哦 今天把比在帮小贝比换尿布的时候 他的脚踢来踢去的好好笑哦 好可爱 嗯 才不可爱呢 嗯 小贝比一直会哭 大人有了新的小孩 就不爱救的小孩了 嗯 要这样吗 嗯 嗯 好乖哦 嗯 问题爸比 嗯 这个奶奶好一点点就会饱了吗 小贝比跟大人不一样 一次只吃一点点 但一天要吃很多餐哦 嗯 嗯 那我们可以喝果汁吗 爸比忙着照顾小贝比忘了准备耶 那冰箱里有切好的水果 拿出来给小薇小熊吃好不好 嗯 走吧 对 好棒哦 来 来 我要学我女伯伯爸小贝比 明天我就可以为我弟弟和奶奶 大人才不会让你抱了 而且他们很偏心 小贝比在睡觉我就不能吵 小贝比哭着要人抱 我妈妈都不陪我 我妈妈是吃的 眼睛也不配 你幹嘛呢 破掉了 寶貝 你看來這 沒問題 小寶貝快睡覺 你講話小聲一點了 我 我只是想要跟你睡 我的小鴨 我的裙子破掉了 好 寶貝 晚點幫你縫嘛 好不好 先讓小寶貝睡覺了 來 小寶貝 一起來 晃晃的 邊走邊睡 小寶貝 我來幫你扶 你又不會 我會 我用定書針定起來 這樣啊 這樣啊 永遠我把抱扶 小寶貝 小寶貝呢 我回來了 回來了 怎麼知道你一個人呢 小寶貝 小寶貝呢 你不在我回來支援嗎 小寶貝在溫迪房間睡覺 我請溫迪跟小熊顧一下 小熊在我們家幹什麼 小熊剛剛也在啊 小熊先回家了而已 那應該跟小熊回去啊 在我們家幹嘛吃軟飯 你要做什麼啦你啊 保護我女兒了 真的熊你 嘘 睡覺 可是你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所以我要回家了 溫迪拜拜了 爸爸 不知道為什麼金金小熊全都破掉了 是喔 要叫寶貝幫你縫啊 可是寶貝就是這樣不小寶貝啊 是喔 唉唷 唉唷 你怎麼長得這麼可愛喔 可以吹可以吹可以吹 那你嘴巴還怎麼樣啊 嗯 等一下 去看看 喔 你不一定小時候一樣耶 胖嘟嘟 你還記不記得怎麼泡牛奶啊 要用手就濕溫度啊 不要太燙到寶貝啊 我知道這話我教你 來 謝謝你 來 來 來 好了 來 我也跑 來 來 來 小寶貝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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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 你還擠擠的而已 小寶貝 小寶貝是不是比較可愛 謝謝 你看 OK 我說錯什麼 小公主 爹地跟寶貝要進來囉 嗨 嗨 你在做什麼 你們最喜歡小貝貝 沒有 可是你們剛剛說 小貝貝比較可愛 爸爸跟爸爸不是這個意思 對 爸爸之前不是說過 小公主才是最可愛最漂亮的嗎 那剛才爸爸跟爸爸 會說那小貝貝很可愛 是因為我們想起以前 小Windy小的時候 對 那時候 你每一天都給我們 新的體驗 新的發展 就算是一個小小的皺眉 我們也覺得好可愛 可是你們剛剛都不理我 那針對這件事情 爸爸跟爸爸跟你道歉 對不起好不好 是啊 是我們忽略人的感受 爸爸跟你對不起 那不然這樣好了 明天早上起來 爸爸跟爸爸各自做個廚房 你爸爸就吃一顆番茄 爸爸就吃一顆蛋影 是謝罪好不好 好 不要 這樣你們會不開心 會不會喝不開心 喔 你看看女兒多酥 你好貼心 好可愛喔 爸爸好愛好愛你喔 爸爸好愛好愛你喔 發育完全睡 她脖子很脆弱 你要輔助她的脖子 對 對 這樣比較好 發得很好 她在等我笑耶 真的耶 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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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機要珍貴的一刻 等一下幫你們拍一張照 來來來看露出哪一張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溫地好想滿滿 好可愛喔 溫地好想滿滿 好好喔 對 對啊 對 對 做什麼 對 一 二 三 有了 欸 欸我感覺是小方姐姐來欸 來 好嫩過敏 拜拜 也會玩啦 對 玩這寶寶了 謝謝點心 謝謝你 謝謝 我去拿寶寶的東西 好 來啦 來 寶寶好嗎 來 小楓姐姐 妳真的要把寶寶帶回去了 是啊 溫定 那妳什麼時候要再約會 這把他帶來我們家 沒有 溫定妳這麼喜歡小寶寶啊 那妳可以叫妳的寶寶或爹地 幫妳生個妹妹啊 不要 我不要妹妹 寶寶妳跟爹地生一個姐姐 我要當妹妹 姐姐 可能很難耶 對啊 我說後照鏡 嗯 不就出來吃個鹽酥雞 妳穿這麼隆重是怎麼樣 啊 沒有啊 我今天會穿成這樣 因為我剛去相親啊 啊 妳去相親跟誰相親啊 就妳也認識的那一個 我認識很多個人 妳說的到底是誰啊 嗯 就是妳同學傅子強 泡泡氣 什麼氣 傅子強啊 一凡介紹傅子強給妳認識 什麼是泡泡氣啊 泡泡氣是傅子強的綽號啦 他有綽號 好可愛喔 可愛 可愛 哪裡可愛啊 他叫泡泡氣耶 聽說妳也會覺得他不錯的啊 對啦 他是很不錯啊 不過那時候在班上 我永遠是第一名 他只能當第二名啦 OK 喔 所以妳今天就穿這樣 就跟他約會啊 第一次見面 妳總要給人家 留個好印象吧 是啦 好印象 所以妳是怎麼樣 認真起來 妳同學很誠懇啊 誠懇 嗯 不過說真的 還是要欠缺妳 是妳說要幫我介紹 我才有機會認識妳同學的 來啦 乾個杯 祝福我一下吧 嗯 對 乾杯 嗯 來 謝謝 嗯 嗯 不過話說回來喔 嗯 我覺得妳這樣子穿是很有禮貌 要讓對方知道 沒有錯啦 謝謝 嗯 但是妳不覺得 妳應該讓對方看到妳最真實的一面嗎 嗯 我很真實啊 我今天從頭到尾 從一見面吃飯一直到剛剛回來 我都很真實啊 那妳跟我出來吃個幹什麼 嗯 我只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訴他就是 我其實食量很大 只有一件忘 嗯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我跟他很有默契耶 我跟他看店員都喜歡看金美香正面這樣 咬咬咬…超帥的 然後竟然跟我一樣都喜歡吃甜的爆米花 而且不喝汽水 嗯 嗯 妳幹嘛 我們還約好了 下次他說他要帶我去郊外 嗯 而且他說我開車幾乎不好 沒關係 因為他開車幾乎不好 他可以載我 他還說他是車神 欸你們法律機都這樣子嗎 都說自己是車神 不過他開車幾乎車應該還不錯啦 嗯 嗯 很好吃 妳晚餐也沒事是不是 我好熱喔 他沒有 他就吃了 欸 我真沒事吧 你擦到我的手了嗎 你也很討厭耶 欸 還沒有花 我每次把最後一個花都吃掉 我就說了 吃什麼 啊 啊 沖繩 妳要出去了啊 對啊 嗯 哎呦啊 可能昨天吃太多油炸了 我消化不良啊 哎 都真的方敬竹啦 一直跟我講那破破季的事情 我消化不良 破破季 你說那傅幾強啊 那我記得你們兩個一直都競爭對手 不是嗎 誰跟他競爭對手啊 他什麼咖啊 拜託 我在幫他永遠是第一 他只能答應跟隨者當第二 這就是你介紹他給方老師認識啊 不是 是硬盤介紹的 我怎麼可能介紹那種人間第二咖 給他認識 對不對 是嗎 還是你根本就不想介紹對象給方老師吧 不會啊 不會啊 我超想介紹給他 我當然要介紹一個好對象給他嘛 對不對 好麻吉嘛 你要你 出門啊 小心啊 嗯 哎 教練 出門之後記得去接小熊啊 我會給他悠悠卡的 吵消息 好啦 我知道啦 快去吧 我不行了 我先 媽 我來看妳了 雖然這十四年來 成功沒有走進到我的夢裡 那如果妳有什麼需要 妳將讓我知道 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夠聽妳做的 妳來這邊接鄭華啊 對 我來接他 你們在車上等我一下 我馬上就回來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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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爺爺 這是什麼地方啊 好安靜喔 這裡啊 這裡是人永遠休息的地方 什麼是永遠休息啊 就是一直沉睡 不會再醒來嘛 不醒來 那上學會遲到耶 好 怎麼了 這次很早就結束了 上次我記得你到了航灣才回家 你不是想告訴我說 都過去了啊 找個方向嗎 對 要學著放向 況且你現在有你的城堡 你有家了 你有我啊 溫迪啊 現在才多了一個 我老爸 我們都是你的家人 我知道 曾經 我很痛苦 我從小到大 就不被大 就不被重視 就不當作不存在 當作陌生人 當他們還在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我自己 我不是一個人 我是有家人 那十八歲的小意外 那我知緣奇數的美夢 就碎了 因為我是連死亡的份都沒有 正好 正好 你不要這麼講 就像我對我爸說的 我們家活在當下 要往前看 不是嗎 是啊 我現在有你 有溫迪這兩個江人陪伴 我現在已經完全放下了 還忘了一個 還有你爸 我想有三個家人 嗯 走吧 他們還在等我們 爸爸 溫迪 你怎麼跑來啦 嗯 看 這個才是家人嗎 潘伯 幹嘛 那我們出發吧 嗯 出發吧 小熊呢 蛤 車上沒有熊啊 小熊也要一起去啊 唐翔熙 回城借他 借他好不好 好 上車吧 走走 走吧 唉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